在早期的人类文明中 神话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创作 通常神话都是以诗歌类的语言被记录与传承的 是研究早期人类艺术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料 也是后期人类信仰与文艺创作的一大源泉 古中国神话 中国神话反映了古代人们对自然现象及社会生活的原始幻想 并通过超自然的形象和幻想的形式来表现的故事和传说 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 加工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神话通过以神为主人公 他们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话了的英雄人物 神话的情节一般表现为变化神力和法术 神话的意义通常显示为某种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解释 有的表达了鲜明征服自然 变革社会的愿望 根据中国神话学专家袁科的分类 可分为神话传说先话三种 而在近代起 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智怪小说 神魔小说的类别 上古传说人物 盘古开天辟地 夸父夸父族日 岁人 钻岁取火 女娲 女娲补天 女娲造人 福兮 福兮造八卦 雷公祝戎 神农 长百草 先话人物 道教的最高神领 三清及太清 玉清 上清 乃道教驻天万界中最高者之一 也是道教对道德天尊 原始天尊 灵宝天尊的合称 肆欲体系说法不一 玉皇大帝上栋八仙 九要星君 二十八星宿 笔干财圣 福禄寿神 太白金星 妈祖 赵公明 武财圣 三肖娘娘 冬月大帝 丰都大帝 城隍 土地 钟馗 二老神 披山旧母 谭公 民间传说人物 七仙女 造军 黄大仙 海神谭公 车公 有称车大元帅 侯王 南海神洪圣 古印度神话 印度神话的行程 与其本身的历史关系密切 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 印度河流域出现文明 公元前两千年左右 一只南京的亚利安人入侵印度 经过无数次战争后 他们的势力从印度河流域 进入恒河流域 并大肆奴役当地的土著人 至此 印度河流域的土著文明 遭到破坏以及改变 因陀罗 天帝 本为印度教之神 与古印度史称印陀罗 据《著经论》所载 帝视天元为摩加陀国之婆罗门 由于修布施等福德 遂升刀立天 且称为三十三天之天主 此类记载系印度 自费陀也来 至佛教时代 将其印陀罗之神格具象化而成正 阿奇尼或神 阿奇尼是费陀教 以及印度婆罗门教之或神 要做阿欧纳 厄奇尼 阿芝尼 意义作火 而创世之初 创造主凡天用他的妒忌眼 创造出八位善良的天神 称为婆苏 意思是乐上号施 其中老六教士货神阿奇尼 又以他的威力最强大 称为婆苏的首领 法罗那 水神 法罗那是印度神话中 天空 雨 水 以及天海之神 岩魔 死神 根据废图记载 岩魔是第一个死亡 到达天界乐土的凡人 因此他成为亡灵的统治者 指引亡者灵魂到达天界 但是在之后的记载中 岩魔慢慢被认为是死亡之神 他也被认为是南方的守护神 掌管正义与法律 苏里耶 太阳神 太阳神从凡天身体的一部分中诞生 苏里耶被尊重为 神圣的活力给予者 他激发凡人的理解力 呼风唤雨 支配运动于静止的一切 他自己按照固定的规律运行 他支付出天地 使其以永久稳固 他是地上第一个献祭的人 把火种赐予人类 因此像天地 因陀罗和火神阿切尼一样 被视为 废图时期最重要的神之一 佛教将它列为 十二天之一 即日天 凡天 创造之神 随着印度佛教的兴起 后被佛教吸纳为 护法神之一 在南传佛教的东南亚 尤其泰国 得到很大发挥 华人称之为四面佛 据说有保佑人间富贵吉祥的功能 在东南亚有非常多的信众 皮诗奴 保护神 凡天主管 创造 师婆 主掌毁灭 而皮诗奴 即是维护之神 性格温和 对信仰虔诚的信徒 施予恩惠 而且常化身成各种形象 拯救危难的世界 师婆 音乐舞蹈和毁灭之神 师婆 印度教三大神之一 毁灭之神 前身是印度和文明时代的 生殖之神 受主 和废陀风暴之神 鲁陀罗 兼具生殖与毁灭 创造与破坏双重性格 呈现各种奇异怪诞的 不同相貌 主要有 灵家像 恐怖像 温柔像 操人像 三面像 五王像 离家之主像 伴女之主像 等变相 南根是师婆的最基本象征 阿修罗 恶魔 阿修罗 亦称为 阿虚罗 阿索罗 阿苏罗 阿苏罗 阿虚伦 阿虚伦 执意为非天 意思是果报 似天 而非天之意 也就是相对于天人的存在 加勞罗 金翅神鸟 于烈火中 涅槃而得永生 加勞罗 是古印度神话传说中 记载的一种巨型神鸟 在印度教中 是三大主神之一的 皮尸奴的作品 而在佛教中则位列于天龙八部之一 专时 纳嘎蛇族 佛教徒为了贴近中国文化 而把古印度神话中的蛇族翻译为龙族 如青脉双龙四便是一粒 其龙五爪 实则为蛇也 并非龙 古希腊神话 新神谱 新神谱 祝神都居于奥林匹斯山上 宙苏推翻了父亲的统治 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 有十二主神 古罗马神话大地与之相对应 名称和记者有所变化 太阳系行星就是已知命名的 奥林匹斯十二主神 赵斯 奥林匹斯神族之王 众神之主 天空雷电乌云之神 赫拉 天后妇女的保护神 掌管婚姻和生育 要被罗马人称作 朱诺 玛娜丽达 克洛诺斯和瑞亚的第三个女儿 赵斯的姐姐和夫人 博赛东 大海之神和大地的震撼者 赵斯的二哥 哈迪斯冥王 掌管着整个民间 人死后的魂灵们 与人类的死亡 另一种版本说 他是三大主神中最年长的 也是赵斯和博赛东的哥哥 雅典娜 智慧女神 赵斯和莫提斯之女 战争和平 法律秩序 科学技术 劳动女神 三处女神之一 阿瑞斯代表的是暴力血腥之战 雅典娜则代表正义之战 赫利俄斯 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 他是坎神许伯黎翁 与特亚之子 约女神塞勒涅和黎明女神 厄俄斯的兄弟 卡尔克的父亲 在后世神话中 赫利俄斯与光明之神 阿波罗被逐渐混为一体 罗德岛巨像 就是希腊太阳神 赫利俄斯的情童助小 阿克索 希腊神话中的健康女神 她是阿斯克勒比俄斯 和厄比额孽的女儿 其形象为一个年轻女子 手持装有蛇的碗 她在希腊宗教中 是祖斯 卫生安全 医药治疗的医药之神 阿尔特弥斯 黄野之神 少恋女神 月亮女神 赵斯和勒托之女 三处女神之一 是原始大自然力的华身 阿夫 洛迪特 爱与美的女神 以维纳斯著称 克洛诺斯把乌拉诺斯 用魔斧砍成碎片之后 身体内的精华 洒入爱情海中 诞生了阿夫 洛迪特 赫尔莫斯 商业市场旅游交通之神 盗窃之神 明界引渡 宙斯和麦亚的儿子 众神的使者 阿瑞斯 战神力量 勇武之神 宙斯 与赫拉之子 赫菲斯托斯 火神锻造工艺之神 铁匠守护神 宙斯和赫拉之子 阿夫 洛迪特的丈夫 但是美丽的阿夫洛迪特 并无欣赏 赫菲斯托斯的巧手外貌 反而经常与其他的神偷情 迪俄尼索斯 葡萄酒神 戏剧之神 经 炉灶女神 赫斯提亚让位 她是十二主神里 唯有凡人血统的神 赫斯提亚 炉火女神 家宅女神 她曾经是十二主神 后让位给酒神 迪俄尼索斯 德莫特尔 赫拉 哈德斯 和波赛东的姐姐 舅斯的大姐三处女神之一 德莫特尔 农业封产的女神 她是克洛诺斯 和瑞亚的第二个女儿 舅斯的二姐 于第四位妻子 她与舅斯生下明后 臣服女神 北欧神话 大神奥丁 奥丁是众神之王 世界的统治者 她头戴大金奎 肩上栖息着两只神鸭 分别象征思想和记忆 他们每天早上飞遍群世界 回来向奥丁 报告他们的见闻 奥丁脚下 敦服着两只狼 名为贪婪与欲验 专私警卫之作 为了增加聪明材质 预测未来 更好地进行统治 奥丁一心想要喝 智慧井里的水 及世界之术 跟旁的胜券 但守护这口井的巨人 米米尔 要以他一只眼睛作为代价 奥丁不假思索 当即挖掉一只眼睛 喝了井水后 就变得不学多彩 她发明了北欧 古文字 私命运的仙女 即用这种文字 把命运记载在顿上 即著名的一剑魔法的圆选 鲁文福文 福利家 福利家是爱神 掌管婚姻和家庭 奥丁的妻子 在天堂和名府中 都有统治权 她容貌美丽 金色的头发中 夹杂着白色的羽毛 身着竖着金色腰带的白袍 腰带上挂一串钥匙 她喜欢漂亮的服装 和闪光的珠宝 她偷了奥丁的黄金 去买一串贵重的项链 奥丁发现后 冰霜巨人所统治 沿东窒息了一切生机 直至七个月后 奥丁回到阿斯加尔德 这场危机才过去 托尔 雷神 主神奥丁长子 大帝女神 扶奥琴之子 负责掌管战争与农业 为巨人的主要敌人 托尔身材魁梧 碧地固人 她脚着一双豹眼 满脸金胡子 手中直着雷神之锤 戴着铁手套 亚恩格利佩尔 和腰带美金吉奥德 托尔常年在东方边境 抵御冰霜巨人 和巨蟒的清洗 保卫正神底的家园 托尔刚正不阿 并敢于顶撞奥丁 托尔脾气暴躁 但豪迈行傻 众神末日来临时 雷神托尔 与米德加尔德巨蟒再战 与巨蟒同归于尽 西服 西服是雷神托尔的妻子 土地和收获女神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 她有一头金色的头发 闪耀着比金色 还要美丽的光泽 西服女神为此感到非常自豪 经常坐在她的花园中 梳理那一头金发 这就引起洛基恶作剧的念头 洛基在西服睡觉的时候 把她引以为傲的一头金发 剪得一干二净 洛基的恶作剧 使得西服非常的悲伤 就在西服盈盈的哭泣的时候 雷神托尔回到了家中 托尔马上知道 这是洛基干的坏事 于是冲出家门抓住洛基 准备把她从身上的骨头拆下来 洛基疼痛彻骨 而且拼命求饶 发誓去找诸乳国中的能工巧匠 为西服打造一副 一模一样能够自由生长的金字头发 托尔的雷神之锤 亦是洛基此行 一并让诸乳工匠 打造出的神迹之一 弗雷 弗雷是风饶 希望爱情和平之神 美丽的先国阿尔佛海姆的国王 属于华纳神族 一说他与巴尔德尔 同为光明之神 或称太阳神 他属下的小精灵 在全世界诗言行善 他长期一只 长着金黄色 走毛的野猪 出外巡视 人人都享受着 他恩赐的和平与幸福 他有一把宝剑 光芒四射 能腾云驾雾 他还有一只 袖珍魔船 必要时可运载所有的神 和他们的武器 洛基 洛基是火神 恶作剧之神 邪神 巨人 法尔伯地之子 奥廷 同母 兄弟 洛基是冰霜巨人的后代 他长相俱美 能言善辩 自身实力不强 但他的孩子们 却都是众神的大敌 如 芬里尔郎 米德 加尔德之蛇 和死神海拉 他貌似和善 实则经常惹是生非 开头他只是为戏女儿信任 如偷偷地剪下西服的头发 后来他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戴 出于嫉妒 他怂恿黑暗之神 谋杀光明之神 因此他被惩罚 被用铁链困住 整日里不停地将毒液 滴在他的脸上 将他的面孔变得无比猙獰 提尔 提尔是战神 巨人西米尔之子 埃达中将他称为众神之后 传说他是契约的担保人 蒙氏的灵护者 当其他的神为了将 芬里斯怪狼 捆绑起来的时候 提尔作为信用的保证人 将手臂伸进狼的嘴里 狼发现捆绑他的众神 实际上是设下圈套 立即咬断提尔的手臂 从此提尔成了毒臂神 但他身配宝剑 总显得威风凛凛 古代暗剑蒙氏的习俗 极其源于北欧人 对战神提尔的崇拜 许多传统的剑武 都是为纪念战神耳边道道 弗雷亚 弗雷亚是繁育之神 掌管生育以及爱情 弗雷的妹妹 她十分慈祥 最为人所爱戴 因为冰天雪地里的人们 热切盼望着春天的来临 她常常农装艳芙 花枝招展 有时全副甲咒 皮挂上阵 率领众仙女为奥厅 临选死难英雄 在某些故事里 她和弗利加是同一个神 霍尔德尔 霍尔德尔是黑暗之神 巴尔德尔的孪生兄弟 双目声明 她生性忧郁孤僻 坚持与光明为敌 她受火神洛基指使 亲手杀死自己的兄弟 光明之神 维达尔 她是奥廷与女巨人 格力德所生的孩子 她是不灭的自然力 知你人化 或称森林之神 或原始森林之神 她就定在救神的黄昏之后 和她的兄弟瓦历 成为新世界的神 她的形象是高大 穿甲罩 带着一把裤件 穿着一只靴子 有些人认为 这靴子是铁座的 由于她的母亲格力德 知道她永将与火相争 所以为她做铁靴子 以防火 另一个说法是 她的靴子为皮革座的 甚至是由皮匠们 丢弃的废匹 皮凑而成的 在救神的黄昏时 芬里尔击败奥厅 并将其吞下肚 维达赶上前 一脚踩住芬里尔的下额 两手抓住狼的上额 最后把芬里尔 死为两半 报了复仇 所以也有人说 她是复仇之神 古埃及神话 埃及神话 同时也是古埃及宗教 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传播以前 古代埃及人 所信仰的神体信与宗教 因为古代埃及人的信仰 差不多经过三千年历史 其中出现多次大变化 埃及神话与希腊 或罗马神话 最大的区别是 埃及神话中 大部分的神明 都是人神动物头 古埃及人的信仰 属多神教类 且多半都可以动物 来作为其象征 古埃及人 相信他们死后 会到死后世界去 他们认为 身体是灵魂的容器 灵魂每天晚上 会离开自己的身体 早上再回来 他们同样相信 死后灵魂会复活 必须保留身体 使灵魂有自己的居所 所以发明了 防腐术和制造木乃伊 九柱神系统 拉太阳神 埃及九柱神神谱 修风神 太夫努特雨水之神 盖布大地之神 努特天空之神 奥西里斯 冥王 野斯 掌风扰 伊西斯 奥西里斯之妻 荷鲁斯之母 大地之母 以斯掌生命 赛特 混乱之神 战争 沙漠与外国之神 埃及众神关系图 奈夫 蒂斯 死者守护神 阿努 彼斯之母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